蘇利洪太市民已經在13號再去 就離開台灣 不過是大來的地方 也有國客鄉的山區 客流有八條大家紅色的境界 所以為一日和 晚上高興公共鎖的 占對飛行區野草鳥村 既有船進行山島省的管理當中 前市溪流的危險區域是有12條 目前達到紅色警戒的是有草嶺有8條 那草嶺其他4條是黃色警戒 我們草嶺這邊在10年 10年我們共鎖和分局這邊 就動員去到山上 改成做勸禮的動作 我們希望還有少部分 還沒勸禮的民眾 可以配合注意大家的安全 黃色的水不斷會從山頂流下來 看起來最大的危險 沒有人要草嶺穿在地上 也已經都沒辦法走路 各位鄉頂林匯路表示 路根本就沒辦法走 而且沒有可能的壞心 大焦頭落下來 所以現在已經紅色 目前就是 之前新的課 招山那個報紛 路線上還是比較不穩定 然後都會有泥流 那目前是封閉 農業損害是必然的 以目前的情勢來看還好 因為樹立風海的風勢很強 所以報紛的路口有回去的進行 國際鄉公公所主任秘書 但困境表示民眾最好騙 不用走柱墊的道路會比較安全 比較小的路 我們不要怕我們走大條路 比較安全 還有一些稍微積水的地方 我們可以沾過 尤其我們綠色水道 我們在裡面那條 不要怕我們走外面這條台山線 樹立風海的威力和現在 國際鄉領亞無明顯的感受 不過沒有鎮壓在境界的環境 來講說希望民眾出門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注意 既然人心藏無道